认识真神、奇妙爱的团契 看见这奇妙的宇宙和万物 我们相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全爱的创造者 因为一切不会是无缘无故而有的 只是我们会想 如果神创造一切 那么谁创造神呢? 人手所制造出来的怎么会是神? 他们只是雕刻制造出来的像 在人手的宫域中产生 他们不能动也没有生气 圣经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位真神非常合理 真神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也不会受制于人 要人打理铸造 它是自有永有 就是在没有任何创造之先 它已经存在 它没有起点 它一直都存在 而且存在到永远 它是独一的真神 也是一切的起源 不用有太阳神管理太阳 也不用雷弓管雷电 或海里的王管海浪 神管理一切 真神不会有人的软弱 不会有不好的情绪 不会发脾气 不会贪吃 偏心 贪污 或者判断错误 神充满爱和公义 它实在是一切 真 善 美 智慧和能力的源头 和人想象出来的不同 神不是孤单地在宇宙中漂浮 它是三而一的神 神不是因为很闷 才造世界造人 而是因为在他们之间 充满爱 相交 他们快乐得很 他们要我们和万物 一同享受它的爱 这实在太奇妙 我们怎能明白呢 我们是人 不能完全明白 神的奇妙和奥秘 但从圣经的启示 和我们的经历 我们就知道 神是父 子 圣灵 爱的团契 称为父的 就是那位差派子 成为人 名叫耶稣 并叫子 为我们钉十字架 称为子的 是被拆来的救主 为我们赎罪 除掉罪的阻隔 使我们回到父那里 成为神的儿女 既然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他就是我们的大哥 我们与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称为圣灵的 就是被拆住我们心中的圣灵 被称为我们身边的帮助者 他住在信徒心中 永远不会离开 父 子 圣灵是医的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 父 子 圣灵都来与我们同住 今日 我们信主的人 与神有最深的关系和相连 永不分离 他会照顾我们 直到永远 我们可以向天父祷告 谢谢他的看顾和供应 我们可以向主祷告 感谢他爱我们 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 拯救我们 我们可以向天父说 感谢他拆圣灵来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帮助我们成为荣耀的王子 我们也可以感谢神 就是同时想到父 子 圣灵 感谢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神的爱 我们成为全宇宙最幸福的人 从更古到永远 神通关所有 没有时间的地方 是你在掌握 他的爱 他能力 他的美 不长到永远 啊 美丽 伟大无限的创造者 伟大无限的创造者 从更古到永远 伟大无限的创造者 他们想将一起相依 成最好的计划 成最好的计划 他们想将一起相依 成最好的计划 啊 啊 看哪 啊 看哪 神最美丽爱 祝我感谢你 我是你亲孩子 祝我感谢你 我是你心底之爱 宝贵圣灵已经来 我们女生最最亲爱 我们一生最一生相恋 是你心底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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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心底之爱